我的庶民经济 我是非常重视 希望未来我们能成立 一千亿左右的庶民经济希望工程 政绩发表会韩国瑜提庶民经济 但却始终听不到具体细节 我们一只手看着天边的彩霞 重视高科技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脚边这些庶民经济的 在我们脚边的玫瑰花 拿彩霞玫瑰比喻空翻言论不着边际 媒体会后再问一次 庶民经济服务团队怎么组钱哪来 韩国瑜只用三百多次回答 接着转头走人 市长那你们的办法是什么 韩国瑜自设庶民要发展庶民经济 但28号再被追问 答案依旧模糊 难道又是一张空投支票吗 我们希望政府有一个叫做 庶民经济服务的顾问团 能够帮助庶民经济 这是最关键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 我们也希望对于庶民 整个经济的这个活水方面 政府能够挹注更多的资源 韩国瑜也在高雄的时候 说要成立一百亿的青创基金 要来帮助年轻人 结果实际只编了三亿 募款只募到两千多万 大差了九十七亿 那结果他现在又谈出 这个庶民经济要一千亿 到底钱要怎么来 要怎么编 要怎么使用 他没有办法交代清楚 说得到却做不到跳票的承诺 议员质疑韩国瑜 南道东不用负责吗 挖石油 然后迪士尼 摩天轮 各项都是跳票的 所以他讲的话 现在还有谁能信呢 因为财经政策 需要明确且完整 就怕未来选民 找不到玫瑰花 更看不到彩霞 入关国家产业 警民生未来 岂能凭空画大饼 信口开河 权利新闻 众网报导